首届齐鲁如商家国区活动今天举行 活动邀请了以夏耕副省长为团长的山东省政府代表团 中家两地山东籍成功企业家以及本地政商名流出席 分享成功经验并为当地华裔移民提供创业商机 安省旅游文化及体育公民及移民厅厅长陈国志 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房立总领事 中国银行加拿大总裁王立军等数百嘉宾出席了开幕典礼 非常地高兴能够代表总领馆出席下一个非常隆重的仪式 我在我的道任近一年的当中我记得我很少出席像这样的仪式 但是今天非常高兴 刚才我代表总领馆也对我们这个蓬莱格大酒楼 以及我们齐鲁的鲁商大家一起聚会表示了祝贺 我选择我们多伦多有七十万的华人 占我们加拿大的华人的一半 我们应该有丰富多彩的生活 所以说我认为北方像山东东北这一带应该这里比较活跃 所以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能够恰逢我们夏庚副省长 想算代表团一起来访问 我想这是蓬莱格将来还有蓬莱还有飞黄成达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非常荣幸能够在这次访问每家的途中 有这么一个项目一个内容 使得我和我的代表团能够在多伦多出席我们山东老乡的 齐鲁乳商家国剧的盛大活动和蓬莱格酒楼的开业室 这样的机会并不多 刚才陈厅长和总领事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我也是深有同感 山东在海外的侨胞一百二十万 刚才我还在问王立军行长在多伦多有多少 他说大概有几千人吧 具体数目不强 但是不管怎么说 山东现在是中国GDP排位第三个省份 人口排名第二个省份 在海外有诸多的山东父老乡亲 那么多年来 我们山东在各国的华裔 华侨 包括走出来的中资企业 在住在国都得到了普遍的好评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同时自己在事业上 学业上 各个方面都很有发展 所以我们作为家乡的父母官也感到非常的自豪 非常的骄傲 我愿意为你们加油 为你们感到振奋 活动是由山东同乡会和齐鲁同乡会等机构联合举办 并得到中国银行 加拿大的大力支持 系列活动还将在中银与万锦市的总部举行企业营销讲座 矿业投资讲座 山东级企业家交流会 以及艺术展览 古董 艺术品拍卖和艺术作品评选等活动 聚活动筹备组 副组长 加拿大齐鲁同乡会会长 孙善勤表示 主办单位希望透过这次活动 为本地的移民与成功企业人士提供交流的机会 从而为更多人提供创业机会 作为本次活动的主办方之一 加拿大齐鲁同乡会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 为我们山东的同乡以及多伦多的华人朋友们 举办这样一场别开生命的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那我们本次活动的最主要的目的和宗旨呢 是希望弘扬一下我们山东美食 同时呢 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山东的齐鲁文化 同时我们也希望呢 极此机会促进我们第二故乡 和我们的家乡的这个交流的机会 那我们呢 加拿大齐鲁同乡会呢 是成立于2005年 已经有上千名会员 而且在过去的八年中呢 我们每年都会举办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活动 包括呢 夏天的野餐 冬天的矫健 那我们这次活动呢 也是希望大家呢 能够积极踊跃地参与到我们的展览会 和各种各样的讲座当中 让我们的物质和精神啊 同时双丰收 那我们呢 也希望通过这个机会 代表我们的山东同乡们 祝大家呢 圣诞快乐 新春吉祥 前不久取代列治文山春秋时宣酒楼的 彭来阁也是本次活动的主办方之一 在本次活动之后 由本地山东商人组成的商会宣告成立 讲餐馆来讲 我们海外的华侨呢 这个文化很长远的 因为就是几十年前 华人的职业呢 只有两个而已 一个呢 就是洗衣服 另外一个就是餐馆了 那所以你记得呢 就是很多很多 是在海外的华侨呢 无论新啊 老啊 或者舊的啦 那都是在这个餐饮方面呢 是有很专长的发展的 那那当然很高兴 山东来的朋友 王志强总裁 和他的团队 能够在列治文山啊 那都好啦 列治文山都很近万感事的 都不错的啦 那又开一家蓬来国 即是仙馆来的 那应该呢 在饮食方面呢 有一个大的特征 那我这就祝贺他 那这个饮食的事业呢 就真的不停地这样 创造辉煌